杨谦华唱歌,全红蝉伴舞,网友,杨谦华高光时刻,伴舞都是冠军 奥运代表在香港,杨谦华上台唱歌,全红蝉拉着其他运动员上台伴舞,蝉宝是真活泼,这恐怕也是杨谦华高光时刻 全红蝉主动伴舞,活泼的蝉宝真可爱,可以看到一开始台上的运动员还是比较拘束的 这个时候,全红蝉拉着一位运动员姐姐上台,然后全红蝉就拉着大姐姐的手跳了起来,台上的运动员也被带动起来了 蝉宝手里又收获了一只玩偶,一边拿着玩偶,一边跟着杨谦华的歌声跳,到底是蝉宝 最后运动员们都在台上了,全红蝉还不忘回头看看尖叫的粉丝们,小小年纪,面面俱到,未来可期啊 网友们的评论,这确实是杨谦华的高光时刻,能和这么多冠军同台,一辈子的回忆 这样的交流活动,要再收太贵的门票,恐怕就失去了交流的目的了 今年的全红蝉确实更加活泼了,感觉她的性格完全打开了 郑亲文也值得点赞,奥运结束立刻投入比赛 其他运动员也并不是一直在放松,后面陆陆续续也都迎来比赛了 怎么说呢,也不可能都过来吧,上学的时候不也都是考试成绩好的,才去上台分享吗 这个规律虽然不好,但是没办法呀,成绩差的分享啥呀 奥运结尔大会演技艺精湛,气氛热烈 8月30日晚,奥运结尔大会演在香港伊丽莎博体育馆成功举办 内地奥运结尔们用他们精湛的技艺,幽默的语言和亲切的态度 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会演现场气氛热烈,许多香港市民带着孩子来到现场 他们挥舞着国旗和曲旗,一堵奥运战风采 会演中,最先登场的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六名队员 他们在现场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三对三男女乒乓球比拼展示 中国羽毛球队的四名队员也带来了趣味接力表演赛 他们需要绕着球网转圈并接到对面打来的羽毛球 中国游泳队的亮相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在被问到20岁生日拿到金牌后有什么愿望时 潘展乐说,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能够在更多的比赛现场升国旗,做国歌 游泳运动员潘展乐首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也是第一次在奥运会上边比赛边过生日 然后结局都是美好的,又是获得金牌 也是完美的过了一个20岁生日 我对未来的展望就是,首先希望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然后第二个就是能够在更多的国家 或者说更多的比赛现场上升起国旗,奏唱国歌 来自广东省的中国跳水队队员全红蝉用粤语向大家打招呼 跳水运动员全红蝉,大家好,我是全红蝉,祝大家恭喜发财 奥运家们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古典舞,歌曲等精彩表演 巴黎奥运会女子个人重鉴金牌得主 中国香港选手江明慧也来到会演现场 她说,未来会在新的岗位继续为青年,为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香港运动员江明慧做运动员的时候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很多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 我希望自己在新的岗位可以继续为青年,为运动,为大家做更多贡献 奥运家大会演在香港伊丽莎博体育馆举办 马龙请全红蝉喝果茶,全妹偷笑乐开花 30元一杯太奢侈了 奥运家由太平山、全红蝉马龙互动引关注 看到这群奥运家游玩太平山的新闻,真是让人胆慨万千啊 这些平时严肃认真的运动员,私下里也有这么活泼可爱的一面 不过,他们这么高调出行,会不会影响到正常训练呢? 毕竟奥运会马上就要到了 这次访港的奥运家阵容可真是豪华 有跳水的全红蝉,乒乓球的马龙、陈梦、孙颖沙和樊振东 还有游泳的潘展乐和圣李豪 他们一行人搭乘缆车登上了太平山 在山顶欣赏风景,还进行了自拍 马龙、全红蝉互动频繁,网友直呼妇女档 让人没想到的是,马龙和全红蝉的互动特别密切 36岁的马龙可是队里年纪最大的 而全红蝉才16岁 两人年龄差距这么大,却玩得这么好 真是让人意外 马龙还特意给全红蝉买了一杯30块钱的百香果茶 这可不便宜呀,要知道在内地 30块钱都够喝好几杯奶茶了 不过话说回来,运动员平时训练这么辛苦 偶尔喝点小贵的饮料也无可厚非吧 网友们看到马龙和全红蝉的互动 纷纷直呼妇女档 确实,马龙照顾全红蝉的样子 就像个慈爱的父亲 不过,这种说法 会不会让马龙觉得自己老了呀 毕竟谁愿意被说成是父亲呢 运动员跨项目交流,打破隔阂 这次活动中,最让人惊喜的是 看到不同项目的运动员之间互动频繁 以前总觉得各个项目的运动员之间很少交流 就像是各自为政的小团体 但这次看到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 感觉真好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潘展乐 他之前还说过,在国家队除了游泳队外 没有其他朋友呢 这次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一起出游 希望能交到更多朋友吧 不过,潘展乐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呀 毕竟之前说过那样的话 运动员私生活曝光,引发隐私担忧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 运动员的私下生活越来越容易被公众关注 这次奥运健儿们的游玩照片在网上疯传 让人不禁担心 这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和训练呢 虽然看到运动员们放松的一面让人感到亲切 但是过度关注他们的私生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 毕竟,他们也是普通人 也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呢 饮食选择引发关注,反映严格要求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运动员们选择的是果茶而不是奶茶 这看似小事 却反映出运动员们在饮食方面的严格要求 即使是在休闲时刻 他们也在注意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不过,偶尔喝点奶茶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运动员们平时训练那么辛苦 偶尔放纵一下也是应该的 但是,他们可能担心被拍到喝奶茶的照片会引发争议 所以才选择了相对健康的果茶 这让人不禁感慨 成为一名顶尖运动员真不容易呀 连喝个饮料都要考虑这么多 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他们的压力 奥运健儿访港意义深远 其实,奥运健儿们这次访问香港 不仅仅是单纯的游玩 更是加强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 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到这些优秀运动员 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感情 回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奥运健儿们也曾访问香港 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 现在再次访港 相信会给香港市民带来更多正能量 不过,也有人担心这种高调出行会不会影响运动员们的备战 毕竟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不远了 运动员们应该全身心投入训练才对 但是,适当的放松也是必要的 相信他们能够合理安排时间 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 总的来说 看到奥运健儿们这么开心地游玩 真让人感到欣慰 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为国争光 同时也希望公众能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让他们在聚光灯下也能保持自在和快乐 毕竟,他们不仅仅是国家的骄傲 更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啊 访港第二天 全红禅收到乌龟玩偶火了 平凡礼物却引起了禅宝喜爱 你听说了吗? 咱们的跳水天才少女全红禅又上热搜了 这回不是因为她在跳台上的惊艳表现 而是因为一只小小的彩色乌龟玩偶 说实话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都有点猛 一个奥运冠军 怎么会因为收到一个小玩具 就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句老话 大事难事看担当 小事细事件人品 从跳水台到玩偶 全红禅的成长之路 要说全红禅 那可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啊 17岁就在巴黎奥运会上 拿下女子10米跳台的金牌 而且还破了记录 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传奇 我记得当时看比赛的时候 她那轻盈的身影 在空中划出的弧线 美得让人屏住呼吸 不过 比起她的惊人表现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她那朴实无华的性格 记得有一次采访 记者问她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她居然憨憨地回答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 就是没有优点 这种不做作 不矫情地回答 让多少人为这一阵啊 在这个充满滤镜和包装的时代 全红禅就像一股清流 让人感受到了 什么叫真实 她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句话 都透着一种纯真和率直 这在当今的体育圈 可是稀罕物 小乌龟引发的轰动 媒体的狂欢 还是公众的共鸣 说回这次的小乌龟事件吧 据说是在奥运家代表团 访港期间 有人送给全红禅 一只彩色的乌龟玩偶 本来这种事情 应该是再平常不过了 谁知道被媒体拍到后 立马就在网上炸开了锅 微博上的相关话题 24小时内就有了数百万的浏览量 互动更是达到了数万次 我看了那些照片 全红禅抱着那只小乌龟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那种纯真的喜悦 感染了无数网友 有人说 看到全红禅抱着小乌龟的样子 我仿佛看到了 自己小时候 收到心爱玩具时的模样 还有人感叹 这才是17岁该有的样子啊 单纯 快乐 不做做 不过 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为什么一个奥运冠军 收到玩具 会成为新闻 是不是媒体在过度炒作 说实话 我觉得这种质疑也不无道理 毕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有时候真不知道 哪些新闻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时代的镜子 全红禅现象背后的社会思考 其实 全红禅的走红 折射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问题 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体育圈里 运动员们常常被包装的光鲜亮丽 但也失去了本真 全红禅的出现 像是给这个圈子注入了一剂 去滤镜的清醒剂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一个17岁女孩的真实表现 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是不是因为我们太久 没有看到这样纯粹的偶像啊 在这个人人都在社交媒体上 精心设计人设的时代 全红禅的率真反而成了稀缺品 有专家分析说 全红禅现象反映了公众对真实 简单偶像的渴望 在这个充满浮躁和虚假的时代 人们更容易被真诚打动 从小乌龟到大时代 我们需要怎样的偶像 回想起来 类似全红禅这样的运动员 并不是没有先例 比如说 五年前的冬奥会上 那个喜欢唱 跳 rap的苏毅明 不也是因为真实可爱 圈了一大波粉丝吗 这些年轻运动员的走红 或许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 真实 单纯的形象 反而更容易打动人心 不是精心设计的场面 而是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 真情实感 才是最珍贵的 对于全红禅来说 这只小乌龟玩偶 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礼物 但对于我们观众来说 它却成了一面镜子 照出了我们内心 对唇真和美好的向往 说到底 我们期待的 不只是一个会跳水的冠军 更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喜怒哀乐的真实人 全红禅 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存在 让我们看到了体育之外的人性之美 这次的小乌龟事件 看似小 实则不小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 在这个充满包装和滤镜的时代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偶像 也许 答案就在全红禅 那个灿烂的笑容里